好了 浸完溫泉了 現在要離開夏女溫泉這個地方 我們出發去下一個目的地 就是岐浮城 前往岐浮城 需要乘搭金華山釣車才可以去到 上到去還要走一段路才可以上去 走上去大概是15至20分鐘 其實也不要說不累 不過上去就可以飽南旗浮城這個城市 好多小鴨仔在車上面 會不會破壞的 以下落容用廣東話配音 老婆婆你先下 我們年輕的我們跌後 你先下 多了多了 我老虎都打死了三隻 其實日本的教育真的很好 無論大人或小朋友都非常有禮貌和禮養 值得我們學習 那是在車子有聖誕背景 又到了聖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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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食飯的時候 不驚不覺我在日本 已經重了兩磅了 是重了兩磅了 我這一輩子應該第一次重磅 然後我們又回到明古屋 這次去了Sakae這個站 上面有一個Oasis21的像太空船的建築物 可以看到電視塔 走到累買點水果 買一杯果汁來喝一下 這次嘗嘗無花果乳酪 也是第一次嘗嘗水果果汁 味道蠻好吃 港幣25元的士多啤梨 有沒有人真的買來吃呢 我們又去吃東西了 今晚我們吃燒肉 真棒 謝謝 再見